好小朋友哇时间过得真快啊 这已经快要到期末了 但是呢这些重点老师都觉得很重要 很想要再跟大家多上一点 我们只能尽量把握时间的 好刚刚讲完第三个啊 因为这动词下面大举开挖大举入侵 开挖跟入侵都是动词 所以这些呢大举都是当 故词来来来解释 所以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第四个饮食要讲究卫生 跟花伦家的橙色我们讲究 这两个我们就来比较了 如果两个都是动词 应该下面要接东西 那第一句有讲究卫生 第二句却没有讲讲究什么 所以这两个磁性有没有一样 是不会一样的 既然磁性不一样 那意思肯定就不同了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堵定他一定是差 一定是差 那我们来先不秀答案的话 要怎么说 讲究卫生 就是指注重卫生 注重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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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讲究很讲究 很注重 可是很注重在这边 就不会是动词了 这边讲的就是说 他摆设的很好 这边要当的是形容词 这边是动词 这边是动词 实现不同意思 实现不同意思就不一样了 哈 这边的讲究代表说 摆设的很滑美 哈 很滑美 哈 很很精 很精致 哈 很特别 不是很注重吗 哈 不是讲很注重 好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 对啦 是不一样的 好 这样了解了吗 啊 我们这些语词里面 从你去咀嚼他的前后 前上下词 大概能够判断出 大概蛮正确的机会 好 再来 四肢语词练习 这个部分 你不可以跟解答一样 等钟待发 你去查一定有 好 等到那一发 前面有讲了 好像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行李 我的衣着 都穿好了 就 等的出门了 所以这个解释呢 去查 大致上 都会差不多 好 因为这是解释嘛 好 整理他的用具 准备出发 那照具你就自己照了 好 比如说 呃 家人约好 明天 要去露营 那呢 我已经将 我已经整 我将行李整装带发 等待明天到来 好 这样就可以 好 那 我们一家人 决定要去日本旅游 五天四夜 我们啊 爸爸妈妈和我呢 就 整装带发 将所有的日常用品准备好 准备完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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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采烈 这个照具 你自己练习看看 好 你自己练习看看 那 秀一下答案给你 给你看看 当然课本这个部分 整装带发的将士们 各个精神抖擞 誓将敌人的全部下面 你不一定用他的 刚刚老师已經 整个经 大概讲了类似的句子 你能够理解 我就准备好了 そんな行动 那个意思就可以 比如说我刚刚说出国啦 或者甚至去玩啦 代表说我前置作业都准备好了 就可以这样子自己照 来第二个重见天字 当然是在土底下被挖出来 或者是说你本来是被人家这样讲 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还你清白 就重见天字 就是摊开 摊开在众人面前 了解到真相 所以解释来讲 大致上大同小异的 脱离黑暗重新见到光明 这是致意解释 然后比喻说你脱离困境 重新获得自由 就是本来是不被制造的 不被制造的 那现在你被澄清 这名的清白或者自由 所以造句可以怎么造呢 你跟说埋藏在地底下的 这个兵马俑啊 经过经过大举开挖 终于重见天日 诚信在世人面前 这是根据第一个 玻璃黑暗重新见到光明 第二个是你可以说 小民啊 因为被人家污赖 所以呢 被关进牢里 后来经过人家举证 找出证据来证明他的清白 使他重见天日 然后获得释放 这是第二句 破离困境 重新获得自由 或者你可以在你的家里啊 啊 那 因为我们兄弟之 兄弟姐妹之间吵架 可是呢 却没有能够把事情也说清楚 结果呢 害我被父母亲 啊 没有来友的责备 那直到呢 那个 姐姐啊 出面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啊 还我清白 让这个 让事实重见天日 然后呢 父母亲呢 啊 就请我吃一顿大餐 来补偿我 我讲的很差 但是你可以大概抓住意思 龙缩一下 好 那他的举例是 在消防队员 极力抢救下 被埋在土队的民造 终于重见天日 这是第一个 好 知意解释 那小朋友你们就可以自己查得好 好 如果能够活用的话 当然是第二种 好 第二种 好 那当然 诶 这具也是一二种都有 好 民众种获自有 好 第三个 御许如神 这也我们就查过了 好 好像真实一样 活灵活性 好像真实有生命的一样 好 就差不多 好 行貌 生动必争象征的一样 那造句啦 就比较简单啦 好 这个蜡像啊 模拟成真人的大小 好 那 这个看起来啊 御许如生啊 好像是活人一般 那当然这个可以 所以就比较简单一点 好 这做蜡像馆成立的名人雕像 如御许如生 拍照后更是真假难辨 好 这个就 意思接近的 那同学用你自己的 的 语文字式啊 统造一句 不可以抄袭他的 好来 那我们看看 第六大题 好 这是谈一个故事 好 这个故事你们 我们看一下好了啦 他是讲说 一个兵马俑一号坑 好 已经被 已经出土了 好 面积一万四千平方公尺 好 六千余见跟真人一样高大的 兵马俑 好 好 这样子呢 感受到 好 这个你读过 这个你读过 任何语事都无法表达 此刻的心情 好 从古 见经嘛 好 从古来看经 你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了 太微不足道了 所以不禁要问 青史王为什么要用如此多的高大陶勇来陪葬呢 好 担心时间不够 好 来看一下 当然老师说过了 因为这是有典故的 好 陪葬的人偶在三周时期就已经有了 但是呢 因为用佛人人民来陪葬 当然会引起人民的这个这个抵抗 强烈 强烈的抵抗 所以呢 秦国也是有这样子 啊 陪葬 又是多了 已经很多了 那 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感 所以后来秦宪公集会之后 就下令废子 但是 好 一样人 那时候不讲人权的啦 所以说呢 是平民为工具 是人命如草 也就是草剑就是草的意思 人命如草一样 一点都没有价值 不像金子这样子 好 所以说呢 最后还是用人像来代替国人陪葬 好 这是故事 那我们就直接看啊 制度虽然废了 但贵族是平民为工具 是人命如草剑的观念没有变 所以说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真的 小朋友啊 就自己读 那老师呢 把答案先公布 把答案先公布 让你们再去研究 因为我这些课一定要上完他了 一定要上完他了 那这个这个文章里面 讯息提取 跟推论啊 老师都有讲过 应该可以自己来完成啊 来完成 那后面呢 这个笔数的部分 就单纯这样的感觉 你不要插他的 因为 国人陪葬 当然是很残忍的啦 拖延价家庭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因为这个文章里面的 不就是 或者是什么 缺震